大家好,我現在在洛杉磯,後面見到荷里匯的幾個字 香港寬頻,每年都會為管理團隊舉行體驗和學習旅行 今年,我們就挑選了距離香港超過7000億美國,作為2012年學習之旅的目的地 而這個旅程的主題就是尋找快樂人生 為了令同事可以在短短的旅程中間,完全掌握旅程的主題 這次的行程,我們編排得相當緊密 在五光十色的島城拉斯維加斯,實地參與由世界知名大學 主角快樂人生的教授,Professor Rao 的快樂工作方 在這天,Professor Rao 用暫身的方法帶領大家重新思考工作和人生 追求生活中的快樂 大清早六點半鐘,我們一班人驅車前往大俠谷國家公園 進行一連串的團隊活動 平時大家都很忙,難得大家可以暫時放下工作 讓一班同事開開心心地打成一片 活動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當中講求的是同事之間的合作 互信,務求將團隊的精神發揮得最好 這次我們更專誠去探訪全球最大的網絡鞋店,Sappos 實地體驗和學習,Sappos獨特的快樂工作手則 公司文化和代客之道 不單止這樣,我們還探訪了我們的合作夥伴 全球領先網絡設備公用商,Sappos 在另一方面,香港歡頻首次開放管理團隊的活動 讓私有計劃中的兩位來自基層的學生參與 讓他們有機會擴闊一下視野 鼓勵他們敢於夢想和要努力特殊夢想 一年幾日密集式行程 我們期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進一步提升公司團隊的創意和團結精神 帶領香港歡頻不斷進步,不斷向前 你的願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